今天跟大家去掌牛山 如果你們玩夠家樂徑 又想開始走一些容易的崎嶇散路 就對了 路線全長大約4.1公里 不過在外面之前記得來過全民LSSC Like 我們這條片 Share 我們這條片 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以及按我們的小鐘 Let's go 今天我們的出發點是 錦上路站 一出了B出口之後 向這一個方向走 現在外面建了一個地盤 我們沿著這個方向 井坑山上 之前四排石山段路介紹過 好 過了回傳處對面有一個隧道過去 沿著路牌一直支撐四排石的方向 再捐過前面 在這裏右轉 那條隧道 之前介紹過四排石山的時候 就會暈 前面下回大南加護處 現在我們就暈在這裏上去 如果大家忘記的可以看那條片 現在過完這條隧道之後就轉左 然後搶長樓梯 那為何要走這邊呢 其實就很適宜住西鐵圓線 特別是荃灣區 荃灣西或是屯門的朋友 過來這邊 一出隧道之後 我們立即轉左 看到一條欄杆上去 沿著鐵絲網一直前面 一條樓梯上去 上來的開陽位 可以看一看這條路 初頭這段 鋪得很漂亮 中間上完港五百 幾級樓梯之後 還有一些椅子可以休息 而我們今天上的 就是對面那一條路 很大條路 電塔之後那裡 上牛山 又發現一些很有趣的 一粒一粒一粒 好像糖黏在樹葉上的植物 而我們再看看遠處 那邊就已經去到觀音山了 最右邊一粒零碎起的 然後大刀 給公嶺 看回錦上路斬 再遠處 今天很蒙的深圳 後面蠔鶴山 蔣牛山 待會也會經 上來大腦加油徑 我們轉右 走過了 上次講過拍過影片 大腦衝加油徑 我們上來鄭坑山這個位 很明顯 看到一個方位 下山 對面 上掌牛山 這邊下山的崎嶺山路 相對不是太斜的 所以大家可以練習一下 又是穿一雙爪地的鞋子 同時又是穿一雙棍子 這段是不難落了 到底下 鐵絲網外面就是馬路的盡頭 我們在這裏繼續上就可以了 很明顯的路 不會錯的 回望回到山徑 角瓦位 正坑山下來的路 回頭看最遠的路就是四台石山 下面那堆村 剛才看過是崇山新村 以及後面的十八鄉 剛才左邊有一條路 可以不用上這個頂 不過我上來看看風景 看到底下 歐頭淚水廠 這剩下我們會去的 蠔鶴山 前面那邊 很快 電塔那邊就是 獎牛山後面那個 我們很快就上前面那個 220米高的 獎牛山 上到沒有關係 再去元朗 優浩那邊 整個元朗大平面 很清楚不可以 只不過遠處 就很無額 大家見不見到 明明上山是同一條路 但都會有很多分叉位 令獎牛山好像花臉貓一樣 大家閒山 真的不要自己開發捷徑 這樣就等同在他臉上 割了一個把痕給他 真是心痛死人 火腿到很快就能吃掉 火腿到最大 火腿到最大 有一個把痕給 離開蔣牛山 向著豪鶴山的方向 平落 上一點點 就下去了 今天條路是相對輕鬆 但在八月 九月熱的天氣 都要預備充足的水 雖然整段路可能兩個多小時 但到八 九月 可能要三 四個小時 因為沿途沒有樹蔭 而且 離雲長牛山 如果相反方向 上回鄭坑山那邊 下是比較碎沙王泥 有點像落藍蛇的感覺 所以如果未下過碎沙王泥 這一段短短地可以用來試試 過去豪鶴山 這一段山路的感覺都相當好 因為一路看著一個目標 而兩邊就有扭景 或者是開陽的景 整條路亦都很清晰 也是山路 不是石屎路 雖然沒有樹蔭 但如果準備充足 夏天有些人喜歡擔遮 但如果戴上一頂沒有後面遮頸 我相信慢慢走這段路 都可以欣賞到很多風景 一落到來 這一堆草的左右分岔偶 一定是跟崗位向山上 就是豪鶴山的方向上 由對面掌揚山 落完 經過墓地上到來 豪鶴山 前面居然有一個這麼漂亮的 只是第一次來上去 豪鶴山 有一個拜祭的地方 甚至有一個太陽林板 看回出去 有沒有騰 崗山新村 十八鄉 原來太陽林板是不斷播著佛經 而這一個方向 看回到去 就是拗頭迴旋處 倚鑾 那種絲樓 對面大家都認得有雞弓嶺 看回到豪鶴山的方向 拍到豪鶴山的柱子 上到來之後 就會看到南昇圍那邊 就是這裏 落豪鶴山就好 直接向住 Youhou Town 直望那個方向 沒有人應該認不到了 尤其是住元朗的朋友 這裏可能已經上過來了 只不過是 在山路練習 走均嶺路不是什麼的 很容易下去了 來到鐵線網邊 左邊就是朗線村 做完總結 今天段路是4-5K 如果是涼天行的話 兩個鬆頭 鬆一點至3個小時 但如果是熱天行 你預算3-4個小時 因為要上3個山 要上井坑山、獎牛山 和豪鶴山 雖然不高 但因為全托 沒有遮陰 所以要好好準備 帶好水帽 或者是遮 尤其是如果今天雖然未夠30度 但也相當熱 如果那30度是很辛苦 重要就是說 中間的水沙、黃麗咸 不習慣的朋友 可能還要花長一點時間 繼續多謝大家支持這個頻道 繼續分享、訂閱 以及推廣這個無痕山林 等我們香港郊野 這麼近城市 有這麼美麗的大自然 一個城市 可以繼續保存下去 多謝大家 難度值3粒新的獎牛山 3個小時就走遠了 天氣雖然涼了 但也會有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要出發 記得要留意我們的小錦囊 第一 雷暴警告 沙漠風球或以上 就不應該上山 第二 要留意天氣 第三 應該要根據你的能力 而出出合適的路線選擇 第四 應該要有同伴隨行 第五 應該要有合適的行山裝備 第六 很重要的 一定要帶足夠的食水 第七 不要留下垃圾 和任何人為的標記 是包括絲帶的 最後 希望大家上山之前 可以熟悉無痕山林的手質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片 又或者還想跟著我們走上不同的山 記得幫幫手 按下你現在看到的Logo 鍵 千萬不要看少你們每一個支持 或舉動 因為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們最好的動力 拜拜 按鐘 旁邊 按下 九 感谢观看